成立120多年的Ransom Everglades School 是美国佛罗里达州排名第一的中学 自然成为了许多中国学生的追逐目标 但由于学校严格控制招生人数 竞争十分激烈 近年来随着中国学生的日益增多 中华文化在校园里悄悄流行 校长Rachel Rodriguez说 多元文化已经在Ransom扎下了根 给学校带来了新的气象 招生办主任Melanie 也肯定了亚裔学生多元文化的重要性 Ransom中国家长协会主席李善杰博士 为了更好地推广中华文化 在主流社会的传播 专门成立了中国文化教育基金会 连续两年在学校举办 中国新年系列活动 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 校园春节活动的精彩瞬间 在中国新年会的環境中华文化 是正式疫情的大学 新年后,新年党的大学 烈成立成立的日常 多谢大家看到这里 我们很幸福这个专业的节目 只会成为我们的中国专业 的主持人 你们 中年大吉 万世如业 学生们 学业有成 谢谢 大家好 新年 想要谢谢大家 过来和支持 新年词的中国新年纪念 我的名字是 Kyle, I'm th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Club here at Runcer it's this last aspect of Chinese New Year which I think we do most justice to this afternoon seeing all your faces here, not just Chinese or Asian faces, but faces of every background shows me that Runcer Everglades is truly a multicultural institution by which I mean an institution that recognizes the cultural value each of its members brings 到桌上 那些人始終於所有人在這裡 支持這部,這部,這部,這部 這部,這部,這部 青春日美朕 今天是盛新月祝福福食飲食 滋滋 出品 藏飲出品 nossa團體 和幸福飲出品 我們要看《Dragon Dance》 《 Museen工》 《威武》的演奏 在啊穿茶室中的演奏 也要來來來 a《拍手》 也要來來處理由蕭泉 演奏的 equities從中國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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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